姐妹们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想不到比抹茶拿铁更好喝还这么健康的饮料了 这样子一杯我一天可以炫三杯进去 自己在家做经济时会不说还能看氧化还能通便 为了美貌请放下你手中的碳酸饮料 来干杯 哈喽大家好我是Sugi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来跟大家分享几款 我觉得进入春夏季很实用 并且价格非常可爱的护肤美妆产品 希望可以帮大家度过一个白白嫩嫩妆容精致 而且香喷喷的美好夏日 那今天所有的产品都是来自LooFantastic的 上次推荐他们家的产品好像是去年黑五的时候 当时就有很多国内小伙伴有跟我反馈啊 就确实价格非常的好 但是从国外寄回国就会有被抽茶的风险嘛 所以这次呢我要推荐的产品都是他们家可以直接从国内植油的 并且依旧折后价格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在今天视频的中间会有代金券的福利送给大家 那具体的参与方式呢大家一定要记得认真的看完视频 然后记得来参加丢奖 那今天第一个想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Ameliori的果酸身体乳 玫瑰香型 你不要看他这个包装长得丑丑的啊 像是超似清仓后的那种包装 但实际上非常的好用 我是从去年年底就是在我闺蜜的推荐下面开始用含酸的身体乳的 我之前都是用比较基础的那种身体乳嘛 然后这个是我买的第二个含酸的身体乳 我真的觉得比普通的身体乳功能性要好非常的多 就除了味道不太好闻之外 基本上没有任何缺点 这款他说是玫瑰香型 但说实话我闻不太出来啊 我觉得味道不是很高级 就是味道还是那种比较超市产品的味道 如果说你对香味比较介意的话 可能就不太适合你 这款身体乳他主打的功能其实是去积皮肤的 因为我当时做功课的时候就有看到好多女孩子的分享 真的前后对比超级明显的 如果你有类似的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我自己倒是没有积皮肤 但我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除了夏季之外 我的小腿部都非常的干燥 包括我的脚的部分都很干 特别干的时候会有那种均裂的蛇皮纹 真的我自己细看的觉得非常的丑 而且拍照的时候如果你皮肤太干啊 就你的腿皮肤太干 在阳光下就没有什么光泽感 但这款身体乳就是你即刻用完之后 就会觉得皮肤变亮变光滑 而且吸收的也非常的快 但是我当常询询的时候网上也有人说它用起来很黏 但是我完全没有这个感觉 就是我反而觉得吸收的非常的好 一点都不会过于厚重 就基本上坚持用一周 你摸自己的手感就会变得好非常的多 而且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如果你背后有那种摸起来有点像小壁口的那种东西 我虽然没有痘痘 但我有时候摸起来就是背上也会有一点粗糙 因为我毕竟也是油皮嘛 像这样子的情况用它也会有效 然后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之前去旅游 半个月都没有抹身体乳吧 但是只带了护手霜去 然后当时旅游走路走路又比较多 所以回来之后我的后脚跟死皮就变得好硬好粗糙 真的摸起来非常的不舒服 那这种情况用这种含酸的身体乳 就厚厚的抹你的脚或根 基本上这样抹一个星期就好了 总之呢 我觉得就是用最优惠的价格和最朴素的包装 还你一个全身滑嫩嫩的肌肤 这款的原价我记得是267人民币 然后折后大概是150人民币左右 但他们活动期间随时会变价格 具体还是要看你当时下单时候买的价格 但以我的经验来说 他们家基本上在活动期间都是只降价 不会加价的 那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款 Grow Gorgeous的这个抗污染防护免洗喷雾 这款的折扣价格不到100块钱 这个是我给夏天的我准备的 我最近又一直在用 正好这次有折扣嘛 想说可以提前推荐给大家 我不知道你们夏季出门 就是晒太阳晒得多了 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一是你头顶的头发 这块地方会变得很干枯 没有光泽 二就是你发缝 其实你晒多了也是会变宽的 所以我最近就做功课 录了这款喷雾 它有一定的这个防晒防护的作用 然后Grow Gorgeous这个牌子 其实在做头发护理 还有深发这方面 都是口碑很好的嘛 然后我最近每天在外面跑 我基本上早上出门前 就会用一下这个 它的质地非常的清爽 就即使是我这种大油头 也不会觉得不舒服 我现在真的非常非常保护我的头发 可能因为年纪稍长了一些 比以前秃了很多 其实我觉得头发变少这个事情 就是你很多的这种生活细节 叠加起来造成的 就尽量在它还在的时候 好好地珍惜它 爱护它 保护它 总比它已经没了 你再去想要怎么生发 要容易吧 那接下来要推荐一款 非常奢华的沐浴卤 这款是Multon Brown的 这个金箔沐浴卤 虽然它的卖点是金箔 但其实就是看着很奢华了 用起来其实我喜欢的点 跟金箔没有什么关系 要说金箔唯一的作用 我觉得就是用的时候 觉得自己很尊贵吧 就那种心理加成的美好使用感 我喜欢它的点呢 其实最主要它的味道 我觉得非常的特别 就是没有闻过类似的味道 其实我自己一般 是不太喜欢肉桂的味道的 我基本上在美国这边 家具店里面闻到我的烙子走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美国人那么喜欢肉桂的味道 我自己不太喜欢其实 但这款虽然有肉桂 但它真的不太一样 可能它还加入了 比如说这家佛手干啊 蜂蜜啊红茶啊香根草啊 这些其他的香味 就调节起来之后 它集合形成那种木质香味 真的特别特别的迷人 就你第一次闻 你可能觉得 这个味道好像稍稍有一点点冲 但是真的越闻越上头 真的特别特别好闻 会让我想起 就跟妈妈去教堂的时候 神父熏香的那个味道 我个人觉得还挺至于的 如果你喜欢这类橙香的味道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 而且这款也不太像那种 太过甜蜜的味道 就你跟老公一起用的话 也比较合适 不过我的话呢 我人就没有这么好 我一般都是把我买到 不喜欢的味道给猫头用 我自己喜欢的 一般是 我不会给他用的 那如果说你比较喜欢 清新一点的味道的话 我会推荐这个 这个是柏树和海茴香的味道 这个我买了洗手液和护手霜 因为疫情期间嘛 勤洗手总是没有错的 然后这个也是比较偏中性的味道 我个人觉得 基本上应该没有人 会不喜欢这个香味吧 它是那种融合了大海和森林 非常广阔的 很高级的味道 就比起刚才的橙香 我觉得它是偏冷一点点的香味 会更适合春夏的时候用 这个味道护手霜 我真的恨不得一天抹个几百次 然后他们家的 不论其实是这个沐浴乳 还是他们家的洗手液 我觉得泡沫都还挺绵密的 然后洗完之后也不会很干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 实用感还是不错的 而且以我用过他们家的产品来说 我觉得柏树都挺不错的 不论是比较浓的味道 还是比较淡的味道 然后最近晚上 我一定会用这个护手霜抹手 这样睡觉的时候 你知道春夏天 放着这个睡觉露眠 特别特别舒服 就贼治愈 而且我觉得这个味道 也是那种男孩子也会喜欢的味道 用起来也不会太违和 真的这个味道好闻到 我就想去看看他们家的香水了 不过它这个lotion没有很厚重 我觉得比较适合春夏天 如果说你对保湿的要求非常高的话 这个lotion可能就不太适合你 那老规矩 在视频的中间要来插播一个纠简 那具体的参与方式呢 就是大家只要点赞本视频 并且在弹幕或者留言里面告诉我 这个视频最种草哪个单品 我就会分别在B站微博油管的互动里面 各揪出一位幸运女孩 送出50英半的这个购物代金券 算是作为一个小小的便美福利送给大家吧 那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款 来自TipTis的麦如卡蜂蜜面膜 是我最近新发现的一款唇有机的涂抹面膜 我比较喜欢用涂抹面膜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有一个护肤习惯 我晚上卸完妆之后 到我去睡觉前护肤之间 我一定会涂一个涂抹式面膜 因为以我皮肤的脾气来说 如果我直接卸完妆 然后直接给它涂个面霜 就不管它了 这个期间如果我用电脑用手机的话 我的皮肤就会变得很容易暗沉 吐槽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清测我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像这款这种就是完全没有负担的有机面膜 这个时候用我觉得就很合适 那我其实主要的诉求就是保湿 然后防止皮肤暗沉嘛 它就完全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虽然说没有我那种很贵的面膜 洗完用完之后效果那么那么明显啊 但我觉得日常用也是完全够用的 因为它折后的价格大概是150人民币这个样子 就是你还要什么自行车呢 而且主要是非常非常安全啊 即使是孕妇都可以用 而且它还有个额外的效果 就是可以镇定皮肤 如果说你刚刮完黑头啊 挤完闭口啊 或者是今天的皮肤有一点敏感啊 泛红啊 它的镇静效果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我觉得算是一款啊 性价比非常高的 很适合日常用的这种涂抹式的面膜 那接下来推荐呢 是两款偏美妆类的产品啊 是来自一个英国的小众品牌 有多小众呢 就小众到这个牌子我都不太会念 然后我把他的牌子的名字打在屏幕上面 大家感兴趣可以仔细搜一下 然后这个牌子虽然是英国的品牌啊 但我觉得他们产品的使用感很日妆耶 就是如果你会喜欢日妆的使用感的话 你一定会喜欢这个牌子 就是它整体用起来是有那种很细腻的贵妇感 具体怎么贵妇 听我来跟你说 那这个比较大观一点的呢 就是他们家赫赫有名的保湿妆前卤 我之前真的刷到过好多好多次 然后我记得Goss大叔好像也有推荐过 算是他们家的一个明星产品了 那我对这款保湿妆前卤非常印象深刻的原因是 它的质地非常的神奇 它的质地是那种短短短的果冻质地 而且你不论用这个小勺子给它绞成什么样子 你只要静置一会儿 它就会用恢复成原来那种有一点透明反光的那种 双双双的果冻质地 我觉得非常神奇非常的好玩 而且作为一个妆前卤 它用起来效果也非常的拔曲 就是用完它之后 你的妆面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服贴 至少我自己是这个样子的 而且用量超级的神 你只要挖一点点就可以用完全脸了 那它具体好用在哪呢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有时候我手剑就会挤臂口嘛 那你挤完臂口之后它有时候挤破了 它旁边这个伤口旁边就会变得有一点点起皮 但用完这个即使这种基本无解的问题 它也会缓解非常的多 那用法的话我一般是上完防晒之后用 但我会建议大家就用完它之后稍稍等一下 就等它完全吸收了再上粉底 效果是最好的 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心理作用啊 我觉得它真的很好用 就用完之后再上粉底 就感觉毛孔都变小了 而且这款虽然说它是主打着保质妆前乳嘛 但我觉得它完全不会过于保湿 至少作为一个在纽约的混油皮来说 我觉得用起来是非常合适的 就它既能够帮你抚平起皮的地方 但也不会加重出油 甚至可以帮助你更好的融合粉底和皮肤 就是让整体的持妆性更加的好 那另一个他们家我最近用的很多的是这款腮红 它其实看起来也是果冻之底的 不过比刚才那个保湿妆前乳来说 它这个果冻之底的流动性会更强一点点 这个枫叶红的颜色我觉得非常适合 尾素颜的时候用 就是可以很自然的让你的气色看起来变好 因为我最近出门就很懒的化全妆嘛 所以基本上就是打一个那种有防晒的有色面霜 然后就是简单点一下这个 铺一层散粉再涂口红 整个人看起来就很精神了 而且几分钟就可以出门 那这个我会比较建议大家用那种 比较小一点的美妆蛋 这样blending的这样上上去 我觉得是效果最好的 但是你如果比较着急的话用手也是OK的 但有一个注意的点就是这个不能上完散粉之后用 因为它毕竟还是这种流动性比较强的 偏泥状的 上完粉底遮瑕之后用它 它融合皮肤的效果是最好的 就是最自然也没有任何粉感的 而且你上的时候即使多次叠加 它的发色也不会很重 就是整体还是很自然晕染度很好的 这也是我觉得这个牌子非常像日妆的原因 因为真的大多数的欧美牌子发色都太重 就也不能说它不好吧 但是对于新手来说真的非常容易翻车 但这一款这点上面我觉得就做得很好 那今天以上提到所有产品的链接 我都会整理起来把它放到评论区或者info box里面 然后B站的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查看我放在动态里面的清单 那最近呢Luke Fantastic他们家的天猫是在青山打折的 比如像我今天提到的Milton Brown的所有这种洗护产品 Go Gorgeous的生发系列 还有Christophe Robin的这个头皮抹砂膏都在半价 国内小伙伴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在这里购买 那海外的小伙伴也可以趁着复活节活动的时候 在官网直接下单 我会把所有这些折扣信息都总结放在信息栏里面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然后大家一定要记得来积极参加今天视频中间的纠奖哦 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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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